前往桃園机场登机的旅客 现在有一种更便捷的选择 这里就可以办理登机 那些什么走出的吗 对 每天早上的六点开始 到晚上的九点半 在搬机起飞三小时前 都有受理预办登机 自助报到拖运的行李程序 机场捷运A1台北车站 这项全新的年车 免费服务 让你不用大包小包扛行李去机场 在目前A1预办登机区 70%都是香港旅客 那其余30%就是台湾旅客 韩国旅客或日本旅客等等 为了提供自助行李托运的新服务 桃園机场公司 桃園大众捷运公司 航警 海关 桃園航行公司 航空公司等各单位 从正式通车前一年 就安排人员进驻 不断演练各种可能的情况 就是要让行李顺利坐捷运到机场 因为这次全部都是由系统监控 扫描之后装载到行李柜 关门之后上封签 完全符合航空保安的规定 装载完之后就顺利的上捷运的车 运达到S3站 提供一项全新服务 需要各单位投入大量人力募力 在A1站派驻最多人员的 就是负责行李的陶勤公司 服务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对我们来讲感动的是 旅客很诚心诚意地跟我们说谢谢 我们还有遇到国外的旅客 在台湾旅游之后买的纪念品 台湾的钥匙圈送给我们 桃園机场软硬体不断进化 不仅软体服务获评为世界第一 更引进全台唯一 也是手座自助行李托运系统 强化硬体 带入智慧化以及自动化的设计 让旅客感受最先进的机场未来趋势